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特别特别对于那种体弱多病的人 像我以前 我最近这几年是因为运动的关系 稍微觉得强壮一点 但我觉得还是平常如果有机会 每个人都用得上这种饮食的注意法 我再稍微提醒大家一下 在我们进入其他的话题之前 刚刚讲到要吃到的比较是一些温润的东西 除了我刚刚讲的百合 银耳 离子这些东西 香蕉 还有一些是芝麻 糯米 蜂蜜 跟乳制品的温润食品 那另外还有大早山药之类 我讲的都是比较偏重于是 你可以把它当点心吃 不一定是正餐来吃 那另外还有这些离子刚刚讲的香蕉 离子 柿子 胡萝卜 冬瓜 莲藕 银耳 豆类 菌类 海带 紫菜 都可以把它变成是早餐来温温的吃 然后可以把它煮在一起 变成一种热粥热的稀饭 然后慢性命患者可以吃一些红枣 去腥 人家说这个红枣肉 把那个腥去掉比较不会燥热 那莲子跟山药一起煮 其实是蛮好吃的东西 那另外就是早晚的时候 真的多请各位多带一件外套出门 不管是这个早晚回家的时候 可以披在身上 有时候坐在办公室里 都真的坐着坐着 想这个突然觉得冷了 就可以披起来 免得会着凉了 受寒了 好了 讲完了健康了 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的心理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沟通方法 请亚里老师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心里很多的负面的能量 其中有一个包括是拖延 请老师分析一下 为什么拖延 我觉得其实拖延它是一种态度 一种生活态度 做事的态度 也是一种人的性格 然后久了之后 它会变成一种习惯 就是说我觉得拖延 其实是一种逃避 或者是拖延是一种 就是说一种 一种逃避或拖鸟心态 所以就是说当你拖延了几次之后 渐渐的变成一种习惯的时候 其实你的人生你就会发现 会出现很多状况了 那不是一种人性吗 我不相信没有人 有人不拖延 就是从来没有拖延过 可是你看 如果说你去比较一般的人 或去研究一些 就是说在生活中表现的比较优越的 比较好的 没有辣厚的这些人 他们有一个个性 就是起而行 就是说凡是他们想到了 他们就去do it 就做了 但是有些人 就是说他们也许聪明 也有才华 也有什么 可是最后的话不了了之 其实你问他们 真正发生 你观察他们真正发生了什么变化 或者是两边有什么差异 其实就在有一些人 想了 他就立刻去做了 于是你就看到他 不管怎么 他就做出一种成果来了 所以人家想要说 真正很聪明的 有些人会很smart 很优越的有些人 就他的成就 反而你看在大学毕业以后 他没有比班上起 就是说当年在学校的时候 表现得非常好的小孩子 差 为什么 因为那些小孩子 他就喜欢动 他喜欢做 他就他想到什么 他也没有担心什么 他就去做 但有些小孩子 他很慎密 然后他很谨慎 他很小心 甚至于他很 就是说很保守 他慢慢的看 慢慢的走 有时候停下来 又不做了 然后又停一下子 然后又怕做错失败 结果就没做 我觉得后来就 你会发现在大学以后 有些小孩子 他超越的非常快 就一动上前 你后来研究他 他做错很多 但他做了很多以后 也有几个做对了 于是他的成果 反而被看见了 结果那些很担心 做出事情的 很犹豫的 或者是心中很 很慎密的 就是说想东想西的 结果他什么都没做成 他就停在那里了 我觉得老实这样讲 我立刻想到有四个向线 两个X轴跟Y轴 就一个就叫做 你的企划企图心 聪明材质 也可以放在里头 一个就是你的行动力 那你最成功的人 当然就是行动力很强 企图心很强 那有些人是当然最糟的 就是没有企图心 也没有行动力 可是如果这种 另外两个项项的东西 就是企图心强 就是说有些人是有企图心 对行动力不好 就是说有些人是想的多 但是就是从来都不做 然后也知道有些事该做 但是他就觉得说 那看一下再说吧 那看一下就脱下来 后就没做 我觉得其实 人生真的的差异没有太大 但是很大的一个差异是在 有些人不管对错 他就是做了 可这样子 我就是想问你说 那这样有比较 那种行动力很强 但是你没有什么企图心 没有怎么样缜密的计划 我聪明材质比较普通 他这样是不是结果 会比那个好像很聪明 但是没有行动力的人 好一点 我觉得有的时候 他十之八九 他还会碰上两三件成功的事 对 我在学生群里面 真的是看到这样子的 就是说当年很出色的小孩子 很认真很保守 然后很圣密 然后思维很复杂的小孩子 到毕业以后 他都老老实实的 就做了一件两件 那些小孩子就平常在学校里头 搞社团 做很多事情帮大家服务 也不管什么损失不损失 做错没做错 就上前走对不对 你毕业后看到 他们都冲出了一些 不错的结果 情能捕捉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他们也不拖延 但他们也没有很负担 就是说考虑太多 想太多 就到最后都拖下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说 为什么说拖延是 一个自我放弃 他这个作者还写的蛮严重 叫做自我放弃的一种 负面的情绪 就是 就是说他们就没有让事情完成的那种实践的决心 对不对 就是说既然没有把它完成 一落下来就等于没有做任何事情 对不对 那有些小孩子他也许不在乎 就是说结果怎么样 他就是蒙着头 就是想到什么 他去做了 也许最后他就还做成了几件事 对这是一个我们的配音 他帮我们找出来 在关键评论网 有一位叫做一成行者 他是重读了拖延心理学这本书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书 然后他把它重读之后 做了一些深度的解析 然后重点的提醒 然后就说有五种拖延心态 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来把它画一下重点 五种拖延心态 会让我们造成我们拖延的习惯 这个首先要觉察 他就说你一定要觉察 练习觉察自己的心态 这老师经常跟我们讲 说要分析 要看我们自己内心 看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习惯 背后的原因 这样子比较会找到我们的问题 他说这个其实 为什么会产生拖延的行为跟习惯 它其实有五种不同的心态 这里有讲第一个叫做惩罚心态 老师看懂吗 惩罚就是说你觉得就是说 有点像是说你觉得这件事情 你不需要去这么积极 就是说你积极了又能怎么样 就是说其实有点像是自我的一种 消极心态吧 就是惩罚其实就是一种消极逃避的心理 其实我觉得惩罚跟逃避 其实讲的是一回事 有的时候远观跟那种 就是说理想心态可能就是一种失忆 然后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说我这件事情 我可以跳出来看它 然后就觉得它不那么重要 我就给自己一个逃避的一个借口 对我这个是五个心态当中 我觉得心不了解 为什么叫惩罚心态 惩罚心态我觉得它讲的就是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做这件事情 我如果那么积极去做这件事情 有这个必要吗 如果我不做会怎么样呢 就有点像是就是说自我的一种放弃 是不是这意思 对它上面写说如果我拖延了这件事情 我就没有权利去找其他快乐跟成功 所以它会变成就是因为拖延产生了 自我的一种自我责备了 就是自我的一种责备 先拖延然后产生自我的自责 然后惩罚自己 而不是说因为想要惩罚自己 所以去拖延 我想这是相关的 那另外一个叫做逃避心态 就老师刚刚讲逃避心态 然后接着还有三个 我先大致念一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来好好的谈 第三个叫远观心态 就是反正都是遥远不可及的目标 我就以后再说吧 第四个是理想心态 就是理想心态就是我要做就做最好 如果没等到把握做最好 我宁可慢慢看慢慢做 第五个叫做恐惧心态 恐惧心态就是害怕去完成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研究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看看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待会再继续来看看